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宗成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叫做年龄不是问题 这个年龄不是问题 很多人都是在讲说 男女交往或者婚姻 年龄不是问题 相差个30岁40岁都不是问题 你看看那些隐形不都嫁给老头吗 那些老头六七十岁七八十岁 还可以美女成群的左用右抱 那不见得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但是我今天讲的年龄不是问题 不是指的这个 是指的什么东西 很多人说医老卖老 哇年龄多大 像比如说我常在讲说 我是1955年出生 民国44年出生 今年66岁的一个老头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自爆家门呢 这个起来有志 我顺便讲一下这个年龄不是问题 这个笑话 就是我在2014年曾经选举过 我当年的那个建村 最后的一个建村的那个遗址 那我希望是 因为很多人都希望继续住下去 保留这个建村 变成一个建村文化一个园区 所以我说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资源 大家都没有用到 如果说你用到就像我这样子 又是飞行又是潜水又是游泳什么 我们又号称是蛙人村 就表示这个水中运动 这个地方是一个常态 那如果说你今天在这个地方 你这个什么都不会的话 你能代表这里吗 当然不能代表了 那什么人能代表呢 蛇我其谁 我当时就这样想说 我带着大家来玩 带着大家来玩 因为你要吸引外面的人了解你的眷村文化的话 你必须要让你有看头 不是吃两个馒头就叫做眷村文化了 不是 吃个烧饼油条 宝子馒头 豆沙包 或者是锅盔杠子头那些玩意 烧饼 那都不是 那些东西是哪里都吃得到 而真的文化是深植在人心的 深植在生活当中 生活就是文化 文化就是生活 就是长眠生活 那因此我发现到 大部分人都没办法表达 那因此我来 这个我来表达 当然我所谓的表达也是只有我个人了 因为你如果不会这些东西 你表达什么东西 我表达的就是这个上面 这是我的以前的政见 现在也是我常常放到后面 这个名字作诱 作诱名 随时随时让警惕 后来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这个 那我每次要报我的年龄的原因就是 当天我在选举的时候 我就问了一个 之前有 之前的一个里长干了12年 干了三届 那中间有人想推翻他 都没有推翻成功 结果后来 我那一届选的时候有三个人 我是其中之一 还有那个老的里长 他也要出来继续混 那另外有个新的人 跟这个眷村一毛钱都没有关 可是汉奸走狗支持他 所以眷村人说什么团结狗屁的 他妈的 支持的一个万 跟这里毫无关系的人 因为据说那人花了一百多万 让他们扛轿子 这个我们不提 我们对小人 这些奸邪的人 我们提多懒得提 我们现在直接讲这个年龄的问题 我当时就问了一些 因为我以前对这个里长 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因为里长就是发发蟑螂药 发发老鼠药 我的概念就是这样 然后跟大家讲说 现在要打预防针这些东西 就仅此而已 谁也不会把里长放在盐里面 以前都是这样 眷村里面的里长是这样 哪里的里长都一样 只是其他地方的里长 可能有什么配合款 据说他们可以拿到什么好处 现在这些好处都是因为 财政的管理制度的健全 现在逐步都没有了 里长真正就是拿一点 拿四万块钱的车马费 然后其他福利我们不讲了 反正简单讲就是这样而已 甚至于因为里长的教育水平 各个经验水平都不够 所以政府还有规定 里长还要在区公所里面 还设有一个位置说 每个礼拜要去那边两天 在那边上班 然后呢还要配给一个干事给你 因为你不懂公文嘛 你不懂的怎么写公文 起程转合 你不懂这些东西 由那个干事帮你去撰稿 然后来教你 简单讲真正的在做事的是那个干事 里长因为很多里长在台湾 这些东西 里长被有的不是字 就是当地有票嘛 不能讲声望 但是有票 那人家为什么要投他 可能是因为有跟这个酱油啦 或者是什么那个 贿赂有关系 那我们不提 我们现在讲说 如果卷尊里面还要搞这一套的话 那卷尊早就亡了 就亡了 亡了 我讲三遍 那后来结果我问了一个 之前有出来选过 因为那个前面里长干了三届 所以中间其中每一届都有对手 因为人家都觉得他干的不好 所以就出来 也大概都是舍我其谁的想法吧 就认为是 我可以干的比他更好 结果就出来 那出来之后 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 他比我大了大概有十岁吧 我195年出生嘛 你就知道他大概是多大年纪 他大概比我大了十岁 那原来那个里长比我大了大概三岁 那结果他出来选的时候 那对方就攻击他 攻击他 怎么攻击他 说这个人年纪太大 根本没有体力了 每天都要睡觉睡很久 他不可能有力量 他很有活力 这个所谓很有活力的人 心脏装了两支支架 心脏装支架的人 都随时都可能会out 都可能会蒙足重招 但是他很会做戏 常常穿着花花绿绿的T恤衫 什么的 或者是Polo衫 然后在身上喷一点水 喷点水雾 然后觉得好像去 好像刚运动回来 其实上心脏装支架的人 不适合做剧烈运动 什么打网球 打羽毛球 这些乒乓球 这些都不适合 那我这种从小运动的人 你一看也就知道 那有点动铃 这我不是自己自夸 动铃 冷冻的动铃 很多人看不出来 我今年66岁 那结果我就问他 当初他跟我讲说 他当年就说我年纪大 你现在年纪比他小 你可以攻击他 说他年纪大 他已经不行了 等等 还有他心脏装支架等等 结果我就讲说 心脏装支架 这个东西 大家都知道 不知道的人也 应该也有耳闻 那人家就讲 对方 这个人就讲说 你这样是接人隐私 我说什么叫隐私 你应该要公开你的健康状态 你不能在四年之内 你就死了 死了之后还要再重选 多麻烦 而且你自己应该知难而退 你的生理状态 可不可以支撑这个 就像我选举的时候 有很多长辈支持我 他说 小吴啊 我支持你 你的经历什么 还有你讲话什么 个个都是很有条理 我看到你的证件什么 我说 你上台 我绝对支持你 我们家人就支持你 但是一家就有一票 就他一个护长 那他说 你应该跟那个谁啊 跟那些人支持 因为其他人 那个汉奸走狗来拜票 带着一个村外的人来拜票 那他就跟他讲说 你去跟他们谈一下 你叫他说 让他跟着你当助手 干个两届 你当里长之后 让他当助手 当干事 学习你的那种处理事情的方法 然后 再来就是 你干两届之后 把这个位置再交给他 这是这个长辈 我们眷称职生的眷称人 他真的是 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睿智的人 这种人在眷称里面 非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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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是见过四面的人 然后他跟我这样讲之后 我就想说 谢谢你的那个 这个抬举 我只想干一届 四年就可以了 我的理由很简单 我说 大学四年叫做University 就是有你玩四年 我说四年当中 你可以从一个高中生 变成一个学士学位的人 那就是说 你这中间不是混的 除非你们学校 是一个垃圾学校 是一个野鸡学校 如果是一个上轨道的学校 都要筛选 所以你四年之后 你一定学有所成 我说我当 我是赞成的是一个学习型的社区 这是2014年 现在是2021年 多久以前的事情 我就想说 你看到我的证件都知道 每一家我都筛了这一张 他们都看过 然后我说 我是 我认为说四年之内 我要培养很多个团队出来 这些团队就是 永续经营的 但是我只想干一届 四年 就够了 前面人再怎么样 他干了12年 干了多少年 那都是 对付以前那些老的垃圾 那些老的垃圾都逐渐凋零 都死去了 要新成代替 要换成新的一辈 希望说下面 卷村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都能够回到卷村里面 因为卷村里面有玩意儿 这上面全是玩意儿 可以学 不是只有看到那些老头 坐在那里面 晒太阳打盹 那我跟他这样讲 他讲说 你老弟 千万不要 你这一届如果当选 你先去跟他谈 因为那些人 兵马俑一大堆 来跟老邻居 老乡亲来拉票 带的那个人 那个陌生人 结果 他讲说 你千万不要 你先跟他讲过之后 你先干两届 让他在旁边见习 他才三十岁 他懂个什么东西啊 我那时候是五十九岁 他才三十岁 懂个什么 你看他就是家庭主妇嘛 我说他是什么我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将来 我这些活动推行的时候 他可以在里面参与嘛 因为你必须要有玩意儿 人家才有才 你才是良师 良师益友 否则你是什么呢 你就是一个招老头子 或者招老太婆 或者是一个普通邻居 根本没有什么值得人家学习的嘛 我顺便再提一次啊 我当年这个证件 发到我们的社区去的时候 有一个陆配 他在大陆的时候 教了一辈子书 退休了 然后他嫁给一个 那个台湾一个 一个老军医 军医退役的 他们两个人都是 老年的时候才结婚的 在台湾 但他来台湾已经来了将近三十年 也就是他很早就来了 他年纪当然比我大了 他主动打电话给我 他说 吴先生我是完全支持你 我家绝对投你 而且我还有帮你拉票 他说我在这边住了三十年了 这个闷坏了 我说台湾连大陆都比不上 我说是没错 你讲的东西我都可以先讲 我说在大陆每一个乡镇 城市里面都有一个什么工人文化工 儿童还有一个儿童文化工 什么叫工人文化工 什么叫儿童文化工 相当于台湾的社交馆 或者是YMCA 其实叫青年会 他里面办了很多很多才艺活动 那些才艺活动的老师都是从各个团队里面 国营的团队里面 那个退休或者怎么样的人 来那边教 比如说你想学小提琴 想学芭蕾舞 都有人教 你只要花很少的费用 因为共产国家收入很低嘛 你花很少的费用 你就可以送你的孩子 满足他学习弹钢琴 学习跳芭蕾舞 学习体操 或者学习小提琴 学习二胡 学习笛子等等等 他有很多很多活动 各地都有办 儿童的叫儿童文化工 工人的叫工人文化工 因为共产主义没有商人嘛 所以就是这样 那这些这个在每个城市都有 所以在中国大陆 这个和共产党奶水长大的人 都有这个丰富经验 在城市居民都有 那在乡下因为散居在各地 所以就没有 那因此在城乡差距就很大 城市的人比较有文化 乡下的人比较 比较怎么叫 比较粗粗广 没有什么很精致的东西可以呈现 那这位老师 他当然是在城市的 城市居民嘛 但他看到之后他就说 我会帮你拉票 结果他很感激 他很感动 他说我等了三十年 终于等到原来台湾也有能人 不是在眷村里面 他在眷村里面待了很久 一直到眷村改建之后 他搬到新的大楼去 他说他原来眷村里还有能人 这上面嘛 他看了之后非常的激动 然后我从来没见过他 但是我一见到他第一面的时候 一见如故 因为他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一个 这个这个 好 我们不能讲老太太了 反正就是一个很有那个 你看他就知道他以前是公务员出生的样子 装束啦 还有那个言行都非常的 非常的合理 非常的这个有礼貌 这是当时我选里长的时候的一个 一个 一段插曲 我觉得那是对我来讲是打了鸡球 终于有人认出来这个 当然其他人也有人认出来这个 但是人家送了这个 送了什么贿赂的什么东西的时候 又承诺了一些什么 那个不可能达到的那些利多的话 有些人就会心动 哎呀 你毕竟 毕竟他也是新人 我也是新人 都新著名嘛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你们这些老猪忽略他 我说不会 因为你们这些地方都是我从小非常 一草一木一 这个我都非常熟悉的 我怎么会漏掉什么东西呢 问题是你们新著来这边 你对这边的文化完全不懂 要由我这张老鸟来带领你们 告诉认识这块土地 认识这些人事地物石 这些故事由我来告诉你 谁能告诉你呢 你找个鳖山他能告诉你这边的历史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后来我就 这个我选举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 我就我就我就 我就直接直接了当的 常常我在录影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开始录影的时候 我就要讲说 我是1955年出生 今天是 当时是59岁 现在是66岁 为什么常常要自爆这个年龄呢 就是年龄就代表什么 我说过我看YouTube 如果说年龄比我小的人 我基本不看 因为他看过的东西 我的经历比他丰富 所以我不看他的东西 那比我年龄大的人要筛选 不是年龄大就是知识高 智慧高不是这样子 而是经过筛选 用我的水平来筛选 这个人还有看头 没有看头的人 我根本不屑一顾 所以网路就是一个蓝海策略 像太平洋一样 有鲸鱼也有浮游生物 它们互相不搭嘎的 永远都不会见到面 因为没有缘分 但是都在太平洋里面 这就是蓝海策略的原理 结果从那之后 我就故意讲说 我今年多少岁 那时候59岁 我就是要告诉大家 你可以去三个候选人 谁身强力壮 能够为大家服务 有体力 而且我是个男的 我有体力 而且我是在地人 那个时候选举的时候 我59岁 我59岁 我对这个地方的土地 还有谁比我更清楚 谁如果更清楚的话 他就会这些东西 都不会嘛 结果 那那个老的当然了 那老的讲说 你 如果你找出来 我就让给你 但是狗屁了 那都是他妈的那个 王老马子的话 那这个我们不讲 那另外一个根本就是 就是外地人来这边的 新来的人 结果因为探监走狗的关系 支持这个人嘛 因为拿了好处嘛 支持这个人 结果 现在他们也散伙了 简单讲 因为 胡军狗党都是这样的 利益不同的就散伙 那我就变成独立的一支 独立的一支 就变成说 我说这个要成立什么协会 什么都是多余的 为什么 你要代表能够代表那个地方的文化 那个地方的特色 你能够代表些什么 而且是要你亲自表演 亲自表演 你如果行 催打谈了唱画画带照相 你都能够自己一把抓的话 你再出来吧 否则你就是在一个丑角嘛 所以我就讲说年龄不是问题 再讲个笑话就是 我在那个 有很多 当时有很多的那个 大学 甚至于研究所 都想 都想以眷村作为主题 来做那个毕业制作 设计科系的人 有毕业制作 专题 那就来这个村子来探访 那我访问了很多人之后 他们都觉得没什么 nothing special 没什么特殊的 那当然看到我的影片之后 那他们就很想要 要跟我这个接触 比如说有外国学者 有台湾的学者 这些都博士 那那个外国的学者 有一个唐小姐 意大利人 她还说要直接住在我们家 要跟我们住在一起 因为她的生活就是文化 文化就是生活 要住在我们家 她才能够体验 我们这边的人的生活形态 这个情绪像是 现在中国大陆很流行 叫农家乐 农家乐就是 你到那个农家去做民宿 你住上一宿 或者在里面吃个饭 通常都是住上一宿 因为她在深山野地里面 那个地方交通不便 如果你只有吃个饭的话 那你来回车程都不止了 通常都安排 那个旅游的景点 这一家要住在这里 这个农家乐 下面要住在另外一个农家乐 在下面这样旅游 现在大陆也很流行旅游 所以大陆现在很流行的农家乐 就是 你吃一些农家的食物 那就不是什么山珍海味 这是有特色的独特产 所有的特色食物 那诸如此类就是 就是一种文化嘛 这就代表一种文化 那如果说你今天 你今天是主持农家乐 你自己又会 那个吹打台拉伤 画画带照相的话 那你就刚好就可以现役了嘛 那同样的 郡村文化也是这样 现在胡搞小搞搞的那个 四不像什么乱七八糟 我说是裤装里放屁啊 搞差了 现在越差越远 差得越不知道到哪里去 所以叫做文化大革命 他把郡村文化给毁灭 然后移植新文化 移植个什么屁的新文化 也搞不懂 那我们都不提 我们今天讲的是年龄不是问题 那有个女生就跟我讲说 她说她会以这个做主题 所以她以后会常常来 我说欢迎啊 我说这边有住的地方啊 而且这边的那个价位都很便宜啊 有很多在住的地方 还有军方的 还有民间的 哪里哪里都有 甚至于有一些名家 我都可以给你介绍去住 不是所谓的那个什么 文化大革命局搞的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民宿什么那些狗屁的东西 我说那个你真正想要了解 就像那个意大利的学者 唐小姐她说要住在我们家 实际体验一下 眷层生活 就是这样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 这个这个学者专家的态度 而不是在那边做一些花俏的动作啊 做一些嘉年华 做一些什么四集啊 什么那些都是 乃其余事 简单讲就是这样 后来我就跟她讲说 我要先告诉各位 有时候我拍这个电影 短片的时候 那些女生看到我的眼神 我就跟她讲说 我要先告诉你 我女儿年龄比你大 因为年龄不是问题 那有的人会讲 年龄不是问题 年龄才是问题的 因为 这个都有代沟了 都有代沟了 因为我刚讲说 我看到我看到什么艺术作品 我都会用我的水平去衡量 under还是above 以上还是以下 如果在我以下的我都不看 根本看的不看 要比我的水平想象的还要高的 我才会欣赏 因为我所不能 或者我连想都没想到 或者是我想到 但没做 而且她做得很灵密尽致 这些就是真的 真的让人觉得 耳手称秦的 的作品 因此我就在讲说 这个所谓年龄不是问题 为什么我常常要抱我的年龄呢 就是因为年龄比我轻的人 可能也没有这么好的身体 也没有这些玩意儿 就是这样 所以年龄不是问题 问题是在 你在这个是不是马屎徒针 马屎徒长 你这么长的生命历念中间 你学了些什么东西 你有什么祸 什么干货 是驴子是马 溜着来看看 谢谢